师父多年前在橱窗里吗 就是在那个安徽卫视 我记得 在那里面吃喝拉撒 48个小时 很苦 咱们仨人在这的时候 还算可以 还有得了 刚才我路过的时候 看见您一个人坐在这 孤零零的 我一下就体会到 师父当年那种心酸的感觉了 郭德纲年少时 在橱窗生活48小时 被人观察娱乐 郭麒麟直言不敢看这段录像 而郭德纲一直目中无人 经常调侃女主持人 却对一名女主持人始终保持尊重 这个人就是周群 首先来了解一下 被关锤窗时的背景 当初出遇张文顺老先生时 两人一拍即合 组织了几个人在茶馆喝相声 后来人气越来越旺 小茶馆也面临倒闭 郭德纲就咬牙在98年 成立北京相声大会 人越来越多 房租越来越贵 郭德纲都不得不一边说相声 一边写剧本做主持人 后来做节目回忆过去 师兄弟们都说 那个时候只要有活 不管多远 不管在哪 不管活大小 我们都结 03年郭德纲接到了 安徽未知的节目 叫做超级大人家 节目组把一个橱窗里的东西 都清空 等着郭德纲进去 当年的郭德纲30岁左右 说相声也消耗名气 本可以一挥袖子就走 但是他还是进去了 因为当时的 北京相声大会需要钱 这两千 郭德纲很是看重就进去了 想要人钱富贵 必得人后受罪 但是挑战成功的 郭德纲却并没有拿到 相应的奖金 据传言 节目组苛扣了不少 郭德纲最后倒手的钱 以前都不到 但当时的郭德纲并不在乎 他说到 能享福能受罪 不耽误这一辈子 能享福能受罪 不耽误这一辈子 刚才炮的是硬的 能吃硬的 这会儿软了 还得能吃软的 这叫人书哲理 听清楚了吗 拉倒 再加上早期的各种待遇 让郭德纲变得天不怕地不怕 有一股狠劲 他不在乎 但是儿子郭麒麟和徒弟 都格外的心痛 郭麒麟采访时说 小时候看到父亲在橱窗里 也还觉得好玩 长大董事之后 再也不敢点开看 也不会哭 只是不想面对 再往前导一个事件 是03年安徽卫视的 这样一个真人秀的节目 当时你父亲在一个橱窗 四十八小时 是 我当时看 其实看不懂 我还觉得挺好玩 我爸还跟着 只猫一呢 我爸还跟着闹着玩呢 现在翻过来看 我到现在 我没点进过那个视频看 你不点 我从来不点 你就不想 也不是说看完 我会难过 我会哭 也不一定 就是我不想去看这个事 我对他是抵触的 他就是因为 披荆斩棘 所以才造就了 后来就是大家说 什么牙字必报 说必须得什么 记仇 什么这哪个的 是因为他吃的苦太多了 这本来不是刺猬 这是受外界的压力 把自己要变成个刺猬 对 才能保护自己 所以就还是没办法 所以你翻开看 肚皮还是软软的 还是没有什么危害的 正如郭麒麟所说 吃了太多苦才会记仇 北京卫视推出 油炸钢讽刺郭德冈 郭德冈在北京卫视台长 去世之后 发双喜图讽刺 2013年 北京卫视台长 王小冬因病去世后 郭德冈直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发布了这样一首诗 直接讽刺对方 更是配了张喜庆的图片 这也让郭德冈彻底 被北京卫视封杀 拉进黑名单 而这件事的起因 是因为郭德冈一直在 北京卫视主持的节目已经稳定 自己接下了 天津卫视的节目邀请 想要把北京卫视的节目 交给当时的大徒弟 何韵伟来做 北京台却认为 郭德冈背心弃义 再加上 郭德冈第一次打人事件 以及别墅侵占 公共用地事件爆发 10年 等于是的危机之症来了 小剧场被调查 何韵伟 李京等人 在这时选择退社 一时间 德冈社陷入了泥潭 后来事情调查清楚 并未占用公共用地 德冈社才再次崛起 但是这件事 让郭德冈和北京卫视的仇 彻底结下 北京台某足了劲 想要狠狠地报复郭德冈 之后 中广协会收到一篇 抵制郭德冈的商业书 北京台联合了 400多家电视台达成共识 要对郭德冈进行封杀 并且向世界的老前辈 江坤和李京等也多次公开 说郭德冈的相声低俗 南登大野之堂 但是这场抵制闹剧 只是雷声大欲点小 德冈社的小剧场 该演出演出 节目该上还是正 抵制活动到最后 反而进一步 扩大了德冈社的知名度 后来就有了 郭德冈讽刺一步的台长 和北京卫视吞唱的 油炸钢早餐 但是这件事 到此还没有结束 北京卫视把曹云金 和韵伟 以及李京召集在一起 让他们参加 北京卫视的春晚 甚至在2020年 除了他们三个之外 还邀请了苗复和王生 一起表演群口相声 不过这表演的效果 确实不怎么样 几个人在台上一通乱说 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而郭德冈却和天津卫视 一直关系很好 天津卫视直接为郭德冈 打造了一个相声春晚 在剪辑混乱的情况下 收视率还达到了第三 并且近年多次 与天津卫视合作 更是在天津卫视 获得了马志明老先生的认可 而当年安徽卫视的知识人里面 周群是郭德冈最尊重的女主持人 据说因为周群小时候家里穷 父母在赛事上杀鱼 他当年非常欣赏郭德冈 在郭德冈身上看到了不服输的劲 所以当年对郭德冈很照顾 现在所有人见到郭德冈 都叫一句郭老师 只有周群叫他德冈 郭德冈很是知道知恩图报 对他很好的人都会尊敬地对待 只要是惹到郭德冈的 郭德冈才会牙姿必报 他也是这样保护自己的师哥 保护自己的徒弟 郭德冈现在虽然很有钱 但是依然很节省 岳云鹏在接受采访时 吐槽自己的师傅 说郭德冈倒垃圾 都恨不得再含粉再扔 酸奶过气了也不能扔 除非是臭了 真的不能再喝了 他的这个和郭麒麟很像 郭麒麟也在节目中透露 自己租房灯泡坏了不休 购物袋当做垃圾袋用等等 活得不像个有钱家的孩子 然而当初郭麒麟跑车上热搜 也是因为自己拍戏时受了伤 突然觉得要及时行乐 当即去提了一辆车 尽管郭德冈现在已经成功 我们依然忘不了当年受过的苦 可能就像他师傅侯耀文所说 这一路走来了一惊坎坷 势必饥饿如愁 也希望德运社能够越来越好 步入正轨 你们觉得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期待下次相见 听德哥聊不一样的德运八卦